今天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是再度排审了选霸法的修正草案 而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呢 民进党立委他们其实是很担心 就是怕国民党想要强度关山 所以一直守在现场 国民党立委在下午休息回到委员会的时候呢 他们是大批的人马 用人数的优势进到会场里面占领主席台 因为他们就很怕民进党会占领主席台来杯葛议程的进行 不过呢也因为这个举动呢 所以蓝绿双方又再度引发了战火 带你来看现场画面 大家都在这儿啦 都在这儿啦 你说是要强调啊 是要强调啊 驾驶啦 到现在这边都都说说 要位置就早一点准时来啊 我十二点半 以前都不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起来让位 国民党就应该不要是不是啊 到来开外还要小孩的场位置 好可以看到蓝绿的立委 其实他们情绪都相当的激动 而且在中午的时候 民进党立委蔡逸宇在发言的时候 她因为超过时间 被国民党的立委徐欣颖 她是直接来制止她发言 把她的麦克风消音 就因为这个举动呢 双方又引发了争执 所以其实徐欣颖在中午的时候 是已经好几次的宣布抽席会议 但是呢 他们还是吵个不停 而刚刚呢 民进党立委徐志杰 她也放出了一张特别自己自制的一个图卡 上面是写着说国民党怕罢免的九位立委 包括了像是傅昆琪啊 王洪威还有徐晓星等等 那带你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好可以听到徐晓星说 他自己其实根本就不担心罢免 而且这九个人的名单里面 他也说到里面很多人 根本就都没有担心罢免的问题 他甚至还直接拿起手机 自拍跟自己的照片来做合照 他也不担心罢免的计划